很多同學跟隨我時都會跟我說 學校老師考很多歐斯的東西我不懂 變相我一定要死記硬貝 但是死記硬貝從來都要讀science的大技 可能初期你form 4、form 5可以拿到甜頭 為什麼呢?因為量少 你透過死記硬貝都可以拿到一個不錯的分數 但到form 5、final exam form 6的測驗考試的時候 量開始多了 你背不上記不上成績就會下滑 那怎麼辦呢? 其實只要抓住一些題目的重點 你一樣是可以解決到近乎歐斯 或者完全歐斯的問題 就以這條題目去做一個解釋 這條題目是一間很傳統的名校同學 是傳給我然後想我去解釋的 是關於一個Lag Exit Accuminator的題目 Lag Exit Accuminator寫Equation 在Syllabus的Requirements是看不到的 你要寫一些的Equation 去表達一些Redox的Cell的時候 其實它的要求只是Simple Chemical Cell 2 Half Cell 或者是這個Electrolysis 所以基本上可以確定這條題目 如果要寫Equation的話是歐斯的 但只要你學懂以下的一些方法 就絕對可以做到這條題目的B Part 有興趣看看題目的同學 就可以停了一個Video 去看看這條題目說些什麼 但其實上面那些 就不太影響到我們下面答題的 先講了A Part A Part就是我給了那個Equation 這個Lag Exit Accuminator 也給了一個很簡單的Diagram A就叫你Explain with Reason 解釋一下哪一個Species是Oxidizing Agent 問到哪一個是Oxidizing Agent 換句話說 其實就是問你哪一個是做Reduction OK 我們要界定一個Reaction 哪一個是做Reduction 哪一個是Oxidation 最有效 DSE也經常性考的一個地方 就是計算Oxidation Number 時間關係 我把有改變的地方全部計算出來 這個是正四 這個會是零的 OK 然後這個的LED是正二 你看到 變成Oxidation Number 全部都是LED 當中下降了Oxidation Number 就是這個 由這個Lat4Oxid變成Lat2S OK 所以我們就會說 這個PBO2Lat4Oxid 就會是這個Oxidizing Agent 因為它是Under Gold Reduction 原因我慢慢寫出來 解釋了 B Part那裡 最大問題就是這裡 各位同學看到這裡的時候 就第一句說 我沒有背道 沒有背道就不會了 OK 沒有背道是否就等於不會呢 絕對不是的 聽清楚 只要別人給了一條Full Equation 你就能夠透過在一個 Equation裡面 抽出有Oxidation Number 的改變的Species 可以寫出 在Anno和Cathol裡面 發生的Half Equation 什麼意思呢 記住 我們在這個Case上面 首先抽了 我們這條線說的一個配對 就是由正四變正二 這個是一個Reduction 所以它一定會發生在Cathol裡 我先寫了Cathol的位置 PB02 會變成了PBSO4 好我們不開工 先做Anno的部分 Anno的部分 就是由LED 變成Led to Sulfate OK 它是由零變正二 Oxidation來的 所以發生在Anno裡 PB 變成PBSO4 OK 記住我以下這句說話 任何的Redox reaction 只要別人給了你 又或者你自己找到 reactant和Product的話 你絕對可以透過 日校老師一定有教的 這個方法 就是Balance Halve Equation 去找回他們的 Balance Halve Equation 什麼意思呢 看看我們B1 那裏 PB變成PB SO4 那件事 O我知如何Balance S如何Balance 隨機應變 雖然學校沒有教過 看看上面的Full Equation 上面的Full Equation 你看到嗎 是用Sulfate Exit 去Balance Sulfate 或者Sulfate Atom 那我們就在左邊 嘗試試加回 Sulfate Exit 加完之後 O搞定 S搞定 是不是差一個H 左邊有兩個H 右邊沒有H 請你加兩個H 去Balance Hatom 然後 你差點Electron 去Balance 這裏加兩顆Electron 搞定 這個就是Anno Reaction 的Equation 你可能會說 對不對 不要緊 待會教你怎樣對分 我們先看Cathol 的Reaction Cathol 又一樣 再一次 你又要BalanceSulfur 這裏加回H2SO4 給它 OK 加完H2SO4之後 這次就不止是H Balance不到 是O也搞不定 O左邊有六個 右邊有四個 所以請你在右邊加兩個水給它 加完兩個水之後 右手邊有四個H 左手邊有兩個H 請你這邊加兩個H 請你這邊加兩個H 請給它 加完之後當然要加兩顆Electron 給它 然後 看一看 兩條答案已經寫了出來 我們嘗試將它們重複的東西 Cancel Cancel 它的話 你會看到 夾夾起來就是上面那條 Full Equation 透過將它 Combine 在一起的時候 對回Full Equation 你就知道 你這個答案一定正確 記得好好善用這個方法 只要我們抽出 有改變到Oxidation Number 的Species出來 再去Balance它 就能做到 你可能會說 這個拿來解決一些歐斯的東西 就有用 平時哪有用 此言差異 真是大錯特錯 這個方法 絕對可以幫到你解決一些 DSE出過的題目 C Park那裡我就不說 一些比較簡單的 Corrosion的東西 我們看看 這條2017年MC第15條 Modify過的題目 這條題目 如果想知道怎樣解決 可以跟回我之前提解的影片 本身那條題目 不單不太麻煩 沒有我這裏 全部的Stock 這個 還有 高 OK 自己計算一下 它的Oxidation Number 如果計算到 Nickel 這個Nickel Hydroxid 是正2 去到這個Nickel Chloride 是正4 跟著這個高 是正3 這個高 因為Element 就是這個0 好了 抽了出來之後 調整它 我們看看 這個Nickel Hydroxid 紅筆不要緊 一致一點 這個 這個 OK 又出現了一個問題 就是 Corene怎麼平衡 用回我們剛才的Idea 看看 Equation裡面 用了什麼Corene去平衡 我們看到有Corene 不如試試用Corene來用 Cl OK 跟回四個給它 平衡了 那個Corene 然後左邊有兩個O 右邊沒有O 請你加兩個水 加完之後 你的Water 有四個H 左邊只有兩個H 所以請你加兩個H 加完之後 左邊二負 右邊沒有Charge 加兩顆Metron 我們已經搞定了一條Half Equation 另外一條Half Equation 就是這個Golder AUCL4 打字的時候 忘記Upper script的Charge 不要緊 不要影響到 接著就變成了AU 這兩個都是有Oxidation Number的改變 接著 第一樣要做的 當然就是 要平衡Corene 對嗎 平衡Corene之後 這個Charge 就要平衡四負 一負 請你加三顆Electron 去平衡 搞定好之後 你會發現 這次沒有那麼容易 我們要平衡Electron 請你這裏乘三 這裏乘二 成完之後 那兩條Equation 分別就會是 這個 六個H正 六個H正 再加十二個Corene 再加三個Nickel Hydroxid 變成了三個Nickel Chorene Nickel 4 Chorene 接著就再加這個 六個H2O 再加六顆Electron OK 接著然後 這裏一樣六顆Electron 再加兩個Au Corene 再加兩個Au 再加兩個Au 再加八個Corene 好了 做最後一步的時候 你可能會說 找笨啊 Sean 上面有HCl 這裏沒有的 喂你找我笨 真的 這裏有H正 這裏有Cl 你懂得自己 Corene 當然可以 變成了六個HCl 再加Cl 是六個的 OK 那巴結完之後 你只要把 重複了的Corene 和這個Electron 去Corene 之後 Corene 就會在這條Equation 裡面的每一個 Stochemical Efficient 都可以計算出來 好了 那可能說 一條不夠convincing 我們計算第二條 16年的MC第15條 也是Modify過的 這條題目 原本的那個題型 你自己去看看 我的影片 如何解釋 這條題目 基本上是我解釋過的題目 裡面 學生看得最多 最多人不明白的題目 好了 那不要說回之前的題目 講一講 這條Modify過的 如何做 他就說 我給了一條Full Equation 你 然後 請你將它在 Andle 和Corene 發生的 那個Half Equation 寫出來 首先 在Andle 它會做Oxidation 是不是 那你就看看 哪一個 Species 是有這個 上升Oxidation Number的改變 由Cadmium的0 變成Cadmium Hydroxyl的正義 我們就可以confirm到 在Andle 裡面發生的 就會是 這個Equation OK 可能不太夠位 先插一插它 然後 如果心水清的同學 就會發現 不對勁 這裡是Hydroxyl 我知道 是Alcline Medium 的Balancing Equation 不要緊 記住 就算題目要求 你在Alcline Medium 之後 去Balance Equation 你照做就可以了 到最後 我教你如何 把它轉換成 Alcline Medium 的Equation 首先 第一件事 左手邊不夠O 請你加兩個H2O 下去 加了兩個H2O 之後 左手邊的H有四個 右手邊只有兩個 請你加兩個H2O OK 再Balance Electron 然後 剛剛提及過 我們要在Alcline Medium 下進行 是不應該有H2O 所以 為了處理了 我們要Nutralize Nutralize 方法很簡單 請你加上兩個H2O 去做一個Nutralization 就已經可以了 就像做數學一樣 右手邊加了兩個H2O 左手邊當然要加兩個H2O 去Balance 兩個H2O 在這裡 深水清的同學都應該會知道 兩個H2O 加兩個H2O 這裡就變成了兩個水 兩個水在右手邊 左手邊又有兩個水 又互相Cancel 所以 Nutral的Equation 就是兩個H2O 再加Cadmium 就變成Cadmium 加兩顆Electron OK 接著在Cadmium 發生的一個 reaction 將會是Niclo Oxide Hydroxide 姑且叫它做 接著就變成了Niclo Hydroxide OK 接著你會發現左手邊一個H 右手邊有兩個H 請你首先在這裡加上H2O 加完之後當然要跟上一個Electron 給它 接著 然後又是一樣 我們是需要處理它那個H2O 請你在左手邊加上H2O 給它 加完當然就會變成水 Niclo Hydroxide 接著這裡就加上一個H2O 給它 OK 最後把這個Cadmium 變成水 你便會得到Cadmium 正在發生的H2O 好嗎 OK 記著好好善用這個方法 歡迎其他同學 都將自己的奇考 或者測驗 解不明白 或者覺得 我是不是真的需要死記硬背的題目 去投稿給我 然後我就會盡快拍影片 將一些很值得去討論的題目 解回給大家聽 我們今天就到這裡為止 拜拜